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读神的话 但是我们是不是用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我们相信神所应许的 神所提醒的 都是与我们有益 而且会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愿意用信心来领受吗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 五节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 奉差而来对你说话 将这好消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 这话必然应验 只因你不信 你必哑巴 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 差异他许久在店里 急至他出来 不能和他们说话 他们就知道 他在店里见了异象 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 竟成了哑巴 他供职的日子已满 就回家去了 这些日子以后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 就隐藏了五个月 说 主在眷顾我的日子 这样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是 《路加福音》当中 所记载的第一个段落 也是第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撒加利亚夫妇 他们怎么样领受了 这个神差遣天使的应许 要赐给他们一个孩子 就是施洗约翰 当天使对撒加利亚 说完了上帝的心意 跟计划以后 撒加利亚的反应很奇怪 他对天使说 我凭这什么可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我们知道撒加利亚是一个艺人 他也是忠心的祭司 他也为了盼望能够得到孩子来祷告 可是当神应允他了 我们看到反而他的态度是没有办法接受 他说我凭什么可以确认 我都已经那么老了 而且我的妻子也是老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看到他没有办法去领受 所以天使就针对他的提问就回答他 我们从天使的回答里面 你会看见天使所强调的 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 奉差而来对你说话 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 所以你看到天使再次先确认他是谁 他是天使长 他是加百列 他是使者 是奉派而来 是神差遣他 所以他不是自己乱说 也不是自己的意思 这是上帝的意思 他是在神面前服侍的 所以意思是说你竟然会不接受 然后他也告诉撒加利亚 说我是要来报好信息的 这是你所期待的 是你所祷告的 那你怎么会没有信心领受呢 当然现在好像看不到任何的这个证据 但是呢 时候到了这个话一定会应验 神的应许就是我们要凭信心去领受 因为信就是这个未见之事的实底 是守望之事的确据 所以对于撒加利亚来说 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 所以天使很明确的就责备他说 只因你不信 你必哑巴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惩罚吧 因为他没有信心 所以因此他就必须要 这个开始学习静默思想 所以他不能说话了 那他要在这个等候的过程 在这个事情成就的过程当中 他要开始去思想 开始去面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有时候也会像撒加利亚这样 我们盼望有一些的神回应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们迫切的求 但是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呢 其实我们可能没有信心 或者说我们没有期待 神真的会应允我们祷告 一旦上帝已经给我们回应了 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落入到一种的不幸 就是呢我们不相信说神应许的是真的 或者我们没有耐心去等候 那个事情成就的时刻 甚至有时候我们因为太软弱 我们充满了怀疑 以至于我们好像还要跟上帝要更多的证据 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 但是神怜悯我们 他其实也不是真的要惩罚我们 盼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操练也学习信心的功课 所以撒加利亚他必须静默 他必须等候 有时候神也允许 我们需要有一段长时间的等候 甚至在管教当中 是为了我们能够学习信心的功课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虚心的 来学这样的功课 所以当撒加利亚他从他服侍的 这个圣所里面出来 因为当时他是在这个香坛旁边 所以他出来以后呢 那百姓发现他不能说话了 他只能打手势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在外面的人 他们就很清楚的知道 撒加利亚一定是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就认为 他是在殿里面建了异象 所以他才变成哑巴 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的 这个外面的百姓 可能都还比撒加利亚更有信心 他们看到一些的状况 他们就知道一定是 这个撒加利亚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 所以他们是能够领受的 那撒加利亚呢 他也是忠心的完成他的任务 因为他按着排班 然后他需要执行这个祭司的责任 所以他是一直到服侍完 日子满了 他才回家去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他要学的功课 虽然他不能说话 虽然他心中很多的震惊 他可能还在困惑 但是他需要在圣殿里面 继续的尽责完成他的侍奉 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 遭逢一些的意外的状况 特殊的考验 但是我们仍然要先忠于我们的责任 撒加利亚感谢神 他完成他的任务回家去 那过了这些日子呢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 就果然怀了孕 我们看到他的妻子的反应 就跟他很不一样 他的妻子并没有这个怀疑 他肯定的知道上帝的应许 然后呢 他也为这个事情隐藏了五个月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是安静的去思想这个事 他并没有去到处的去宣讲张扬 我们要知道 他从不能怀孕到能怀孕 其实是很兴奋的 就像他后面说 主在眷顾我的日子 这样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你可以想象一个这么长年 没有办法怀孕 活在那种的内心的控告 跟羞耻当中 现在翻转了 现在经历这么大的祝福 可是他并没有马上要去 对外宣扬 他乃是仍然安静的思想等候 因为他要看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伊丽莎白跟他的先生 这个撒加利亚 他们是不太一样的反应 但是都在学习领受神应许的功课 而这对信心考验的过程当中的夫妻 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等候的过程 等待着他们的孩子 施洗约翰临到 也是等待着救主 耶稣基督的降生 这是路加福音一开始 用这段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帮助我们去思想 信心是需要考验的 神的恩典应许 是需要用信心领受 但是也要等候 一直到成就的日子 以色列百姓经过了这么多 时间的忍耐 等候 他们终究要看到 弥赛亚的降临 这也是我们 我们在今天的时代 我们在等候救主再一次来到 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 有信心的考验 有等候的功课 是为了我们生命能够得着益处 但愿你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用谦卑 用静默的心 来面对这样的过程 也真正的领受到 你对我们的应许 是必然成就 你来的日子 也越来越靠近 求你赏赐给我们 一个渴慕 等候你的心 这样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